今天想把我家的一个私房配方的肉馅分享给大家 一般你所知道的肉馅是需要有一定比例的肥肉的 可能是3比7,可能是8比2 但是我家的肉馅只用瘦肉,百分之百纯瘦肉 其实肉馅里面添加肥肉的目的 就是想让整体的口感松软,不柴,不干 可是我家纯瘦的肉做出来的肉馅也一样一样是那么的好吃 具体怎么做,就往下看吧 纯瘦肉做的肉馅,好吃不柴的秘密武器就是虾 对,不用太大,太贵的虾,只要新鲜就可以 基本上和肉的比例就是一公斤的肉配半公斤的虾 虾要去壳,然后也要去除虾馅 一斤的虾大概能够剥出差不多半斤的虾容吧 然后把它们剁成虾米 完成以后就可以开始调馅了 主要材料在这边,调味料等一下会标注在旁边 先把肉糜和虾米都打进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打入一个鸡蛋 最好磨一些姜蓉在里面 大概10克的样子就可以了 当然完全不能接受姜的味道的也可以不加 但是其实这样磨出来的姜蓉很细腻 根本吃不出 加10克的糖 14-15克的盐 两大勺的麻油 麻油可以防止肉馅出水 再加入两大勺的料酒 喜欢胡椒粉的可以再适量的添加一些白胡椒粉 然后就直接用手开始揉吧 先大致这样抓匀 然后就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其实在厨房里很多的时候手是最好的工具 这个分量的肉馅其实用手揉也很快就能出姜 但是如果你是一次做十斤八斤 就还是交给厨师机的K字姜来帮忙吧 为了让你们更清楚整个过程其实并不难 所以这个步骤我一秒钟都没有删减 就这样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你很快就会发现肉馅的阻力变得越来越大 这就是上姜的过程 已经可以看到肉馅开始出现一些粘性了 调味的部分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用适量的生抽代替部分的盐 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把这些肉馅 再次加工变成另外一道菜肴 所以我就用了最简单的调味料 你们可以看到拌了麻油的肉馅是基本上不会出水的 一定是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这样才能锁住肉馅里面的水分 你用肉眼都能看出肉馅是有粘性的 那这样我们的肉馅就拌好了 这是一款最基础的肉馅 纯肉馅 你可以继续在里面添加一些蔬菜 也可以直接拿来包包子 包饺子 我接下来也会陆续介绍一些 好吃的菜是用到这个万能肉馅的 所以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持续关注我哦 我每次都会多做一些 然后分成200克一小包 放进冰箱冷冻起来 然后根据要做的菜和吃饭的人数 看是拿一包还是两包 取出来解冻后使用 非常方便 做个丸子汤 或者是肉饼蒸蛋什么的 都可以大大缩短前期准备的时间 而且这个肉馅没有一点点的肥肉 吃起来也感觉没有那么负担 关键口感也非常好 喜欢吃肉的你一定要试一试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